北京时间9月28日,中国女兰在世界背上,用一场惨败,结束了自己的前进之旅,输给目前顺利强大到大利亚并不意外。 但是对于在小祖萨只输给美国女兰12分的中国女兰来说,最终输掉41分之多,还是令人感到非常郁闷。 而登场比赛,中国女兰的内线优势化为乌有的情况下,外线也无法给予足够支援,妙生了最终的惨败。 从整场比赛来看,中国女兰在此前比赛,中仰仗的内线优势化为乌有,反而成为相对弱势的一方。 面对世界第一中锋坎贝奇,中国队的两大年轻内线李月乳和韩旭几乎毫无办法,尤其在上半场。 李月乳和韩旭各自只得到2分,而坎贝奇出场10分钟,便得到了12分520。 而冒,更为重要的是,坎贝奇在内线给予中国的压力,让女兰姑娘完全失去了方寸,半场仅仅得到18分。 虽然第三节女兰一度打得有声有色,但随着澳大利亚内外结合,分数再次被拉开。 对于中国女兰来说,虽然在之前的比赛中,击败了在亚洲的最大对手日本队,但正如许黎明之道所说,这只是冲出亚洲的第一步。 从这场对这澳大利亚的比赛中可以看到,中国女兰距离世界超一流强队,是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的。 而在比赛中,中国女兰也展现出了进攻首都单一,过于依赖内线的弱点,和曾经永远有亚洲第一外线苗里结的女兰相比。 这些中国女兰在外线的能力有很大的提升,空间,当面对声高不如我们的大多数对手时,我们可以用内线的优势碾压对手,但当面对澳大利亚这样的对手时,缺乏外线的能力让中国女兰吃亏很大。 如果此时中国女兰拥有像日本女兰一样的外线能力,也许不至于结果输得如此难看,当然,不击溃不无以至先里,不击小流无以成江海。 对于这样一只年轻的中国女兰来说,我们不能对她们有太过严苛的要求,至少,她们在这里已经掀翻日本,重新成为亚洲霸主,至少,她们的年轻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性。 当然,目前女兰还有一项目标,要去争取,在5到8名排位赛上,女兰姑娘要力争超越上界比赛的第六名。